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市贸带动的向西方社会带来的一些投资生产 世界工厂还有向欧美的出口 这个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这些现在随着供应链的转移 订单的撤离 这个产业链向东南亚国家 东盟国家 印度去转移的话 中国实际上一下就突然失去了这些经济增长动力 所以从这一角 还有中共自己的政策 清零 封闭政策 这几年 三年的防疫折腾 中国经济现在是严重的衰退 严重的衰退 三驾马车基本上全部熄火 自己国内的这些房地产的泡沫也在破灭 这个都实际上中国整体的经济在大幅度下滑 离美国 美国实际上现在虽然快可能要接近经济衰退 但最新一个季度 可能还有23%的经济增长 美国只要保持稳定 增长得慢一点 中国开始下滑 中美之间的差距就会在迅速的加大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在迅速减少 我们现在都知道私益人口数字 我认为中国如果私益人口削减 就是很快被证实的话 中国不管是从劳动力 还有消费能力 和财富能力 都会大幅度的削减 中国人口会被印度超过 这样的话 中国很可能会 甚至会失去经济第二的宝座 不光是离美国越来越远 我认为如果在家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很可能就是失去第二的宝座都有可能 就是第二大经济体也保不住了 对 另外就是我看最近中共央视 那大家都说这个央视的新闻是假的 他给报道就说好像全球民调 88.1%的人受访赞扬中国的这个三年防疫成果 那大家都知道他造假 可是他为什么敢睁着眼睛说造假 您怎么看 对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报道 他说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叫CGTN 他有一个智库 联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之旅民主与生态研究院 面向全球进行的民意调查 然后他贴出很多数字 什么88.1%啊 赞赏中国防疫政策 71.6%肯定防疫政策 然后还是就是有这个全球21个国家 但是呢 这个调查呢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flow 最大的一个被端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 我是这个 我们是教这个市场调研市场Marketing Research 这样我这个 我现在正在教这本科 这个学期 那我们学生都会做一个市场调研 会有Survey Research 所以一个问卷调查呀 或者要做一个调查 问卷调查 它这个显示是一个问卷调查 民意调查嘛 那 那 第一个 我们要问的问题 就是你的样品的数量 样品的size是多少 样品是多少人 这个最关键的数字呢 这个没有 我看了一个整个的报道 特别告诉你是他少了多少人 因为你这个你怎么采样 你说全球21个国家 你怎么采到这个人 采了多少个人 你是这几百个人 几千人几万人 还是几十万人 按理说你说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的 它有这个财力 它可以 它采样的话呢 它只是可以 如果采21个国家的话呢 它至少应该采一个 我想可以弄个十几万人 十几万人的一个调查 那就有说服力了 但是它没有给出我们这个最关键 最最关键的数字 没有 no sample size 因为这个怎么选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对吧 你是去那个比方说 你是去那些孔子水院去找这些 原来的孔子水院去找这些老外来回答呢 还是在这个街头上随便找一个 那这个结果肯定不一样 对吧 你如果是弄了十万人的一个调查 或者你弄了个一千个人的调查 21个国家 一千人 每一个国家弄个 弄个一百个就行了 一百个人 它实际上找一些它的什么亲共人士干嘛的人士 但是很容易找到 所以这个最关键的数字没有 所以这个数字呢 完全不可信 我根本不相信它这个数字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 美国民众 这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绝对超过百分之七十的 我记得 忘了拒绝数字 我现在一下子不记得了 就是说都认为中共对这个病毒 那个武汉病毒 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百分之七、八十人认为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 中共政府呢 首当其集中难脱其咎 你是这么多的人在质疑 全世界现在还在算账 要只跟中共算这个账 现在还没开始算 但是刚刚还恢复过来 看中国现在被这个瘟疫打趴了 现在也没 他也不好意思去找 有些忠账 现在还没开始 有些忠账 这个委员会 当然 这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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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向中共追凑这个病毒 真实起源被发掘 所以现在炮制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宣传 但是炮制的东西呢 显然的做得不到家 把一个最关键的数字给漏掉 对我记得以前学统计学 统计学都是有要求的 你必须要多少数字 然后怎么样的采样都是有要求 对怎么采样 还有这个数字 你首先你是报出来 我们采样多少人在做百分比 你不能说到时候 你可能到时候采个100个国 采100个人88个人来支持 这个太容易了 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是中国的这个经济 这样的就是下滑 就是人口 所以中国的经济 可能是越来越往下走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看美国之音有专家评论 就是说 那中国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下 其实经济变强 对世界来说 世界的秩序来说 好像是个负面影响 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 首先是什么样一个国家 富强 对吧 我们知道你比方说 美国这个过去的战后 一直是半个世纪了 一直是世界超强 美国是世界超强 还有欧洲是国家的世界强国 这些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呢 民主发达的自由国家呢 它给世界带来了那些帮助 通过世界银行 你比方说中国也是 中国通过世界银行得到了 无数的贷款 来建立中国的一些水坝 学校 工厂 道路 这些通过那个IMF的一些贷款 或者是那个经济合作援助 甚至能够得到很多 来自日本的援助 这些强国 自由社会的国家的强国呢 会给这些发展的国家带来 莫大的那个经济上的援助 但是中共这个国家政权 它如果强大 它现在还没有那么强大 它实际上就是 已经开始破坏这个国际秩序 它在扶持那些流氓国家 扶持金三胖这样的 这些流氓国家 伊朗这些流氓国家 因为它用它那些军事实力呢 来威胁邻国 用它这个经济势力呢 腐败呢 去腐败 腐化这些世界各国 来周美 那个非洲各国 所以这个这样的经济体呢 它现在还没有那么强 就已经对这个世界 造成负面的影响 破坏了这个国际秩序 那如果再强大的话 更强大的话呢 那就更不得了 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看到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一个 自己的小区内 对吧 你的社区内 你不想看到一个恶棍 凌亡恶棍 变得越来越空无有力 经济实力强大 它就会欺负别人 那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中共 就是离它这个 它的目标 所谓的制度自信 就是越来越 虽然它这样说 但是它实际情况 它是越来越往下走 是 我看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我像 上天有眼也好 或者天理 就是说 只要这个恶人变得太强 是天理不容 我觉得这个中共 中共现在看来 你从政治上 我们看到 它就是完全政治内斗 习近平这个 个人独大 就是说 然后那个经济上 那个衰退 老百姓 民人沸腾 我觉得这个 这个政权呢 又这个丢失了 这么多人口 所以这个 我认为这个政权 基本上要垮掉了 中共可能是 中共现在是 为富先老 然后呢 为强先衰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